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有沒有覺得很特別 我們不是坐在沙發上或是在外面 沒錯!我們今天在一個房間的門口 你們要進去我的房間了喔! 好害羞喔!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講的主題就是 鋪床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或在亞洲地區 有很多人沒有這個習慣會去鋪床 那鋪床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譬如說你們到飯店去啊 有沒有看到那個床就上面有很多枕頭啊 然後床一層一層鋪得好好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layers 那他們可能都有不同的用途 這個東西呢在其他西方的家庭裡面是非常正常的 譬如說如果到我姨母家 大家還記得我的表妹太太嗎? 如果到姨母家呢不好好鋪床的話 你早上不鋪床你就會直接被撿出去 或是踹出去 就是今天晚上不需要再回來睡了 所以每次去的時候我都壓力非常之大 那我的鋪床技巧也當然是姨母傳授的 雖然我只有她的兩成功力吧 不過我今天還是要這樣介紹給大家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鋪床很有情緒 就除了你跟喜歡的人早上起來可以做這些事情外 床很漂亮 你不覺得你約人家到家裡來 看到床這麼漂亮整潔 就忍不住想要在上面躺著一起聊天了嗎? Oh my god 該免費成聊天就是這樣子喔 好啦 大家先進來看一下我的床 好這就是我的房間 但今天我是很懶惰 這個床鋪的呢 對姨母來說也是不合格的 我只是隨便的隨便的鋪一下 雖然是不合格 但是對於你今天看到的感覺是什麼? 很多層然後很像飯店 就對你心目中來說 已經想說啊怎麼這麼漂亮的感覺是不是 是鋪得很平 這其實並沒有 因為你要鋪的話 你這個東西要拉到最上面再拉下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全部都毀掉 然後來教大家平常怎麼鋪床 大家平常就覺得生活無聊 然後跟另外一半沒有事情做 我覺得一起鋪床是一個很好的小情趣 我們現在就把東西隨便亂丟 耶 丟到旁邊去 然後你可能平常不會有兩個枕頭 大家會說這兩個枕頭顏色為什麼不一樣 沒錯 因為這一個枕頭套是 美國 好萊塢 很多女星都在用的枕頭套 叫ZIP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對因為它是蠶濕的 所以它不會讓你眼上有皺褶 就是有時候你睡很好不是有折痕嗎? 它不會讓你眼上有折痕 那現在呢 像這個床已經是不合格了 為什麼 這在引我的觀念 你的床怎麼可以 沒有燙過 有痕跡 有折痕 沒燙過 叮叮 把它們完全 拉平之後呢 你要首先先上你的seat 因為呢 床啊 通常我這下面是有櫃子的 我喜歡高的床 我不喜歡太低的床 我喜歡高的床 然後因為高的床 在美國還有在賣一個東西叫做bed skirt 就床的裙子 就是它下面會有裙板 就是墊在下面那種裙板 就會很漂亮 大家這個seat 你們覺得合格嗎? No 它也不合格 因為它也沒有燙過 這集中被我螢幕看到的話 我想它應該會殺死我吧 這順序可以跟你心愛的人 一人拉一邊 我之前好像有一個男士 就說要疊床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是從部堆出來的 折成那個什麼豆腐 那個什麼豆干 你自己想想看 你回到家 然後看到你的床是只有折 就是像 就是這樣子對折起來放在旁邊 那種感覺就整個不一樣啊 對不對 我們來到這裡 你就可以開始 折你想要的大小 差不多到這邊吧 像我會喜歡折下來一點 大家覺得說這個是幹嘛的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沒有那麼熱 你只要稍微披一下這個就好 然後你們會看到那種 美國的劇場裡面 都會有女生 裸體 然後就只有配著一個白色的單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呢 非常有情趣 就譬如說開心完之後 那就可以裸體 然後包著一個白白的床單 就有那種 性感的感覺 sexy you know sexy 力氣比較大的人 或是你的床架是比較平的那種人 你就要把它抬起來 放到床下面去 但是我們現在是懶惰人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偷偷的 塞進去 好啊這段 我們會盡量就是跳過 因為我們不要讓螢幕看到這一幕 就會被打死之類的 把這邊也塞進去 這個沒有燙的都是 都是違法的 在這上面啊還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上面也是可以做花樣的 好喔 好我等一下做 用大的這個做花樣給你們看 我們先不放走 我們要放的是我們的貝貝 把它 這樣子 一樣 要弄到最上面 就一個人要做它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 感傷 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幫你 然後最上面平的之後 一樣 往下拉 拉到 差不多跟你剛剛床單一樣的位置 通常 有些人會這樣子 就好 但我不喜歡 我會再幫它疊一層上來 它就可以做一個花樣 有些人會疊別的樣式 但是我個人比較懶惰 或者是你可以拉出來拉下一點點 讓你會有看起來有兩層的感覺 也可以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 就好了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主枕頭 拍一拍 然後放上去 然後枕頭 然後這個當然在 一母家也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配色沒有配對 但是I don't care 好 然後再把這個Decorated 放上去 然後這個可以放這邊 OK 這樣子 基本上 對我來說 就完成了 雖然對 很多人來說 是 不夠好的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 夠好了 好不好 如果你還要再 鋼呼一點的話 你這邊 一樣會有 你去飯店 你會看到有人 這邊還有一層嘛對不對 像超過這麼大的東西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劈在上面 像那個東西呢 是用來幹嘛的 就譬如說 有些人有潔癖 你從外面回來 身體髒髒的 你沒辦法 坐在床上 那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 不會弄髒你的床 當然我們就不需要那個東西 然後他們可能還會有些 多加一個圓形的 抱枕在這裡 有沒有覺得很情趣 然後用完之後就覺得說 啊 有一種 家的感覺 來 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 啊 剛剛不會很醜嗎 有沒有人要跟我一起 躺在上面呢 那平常呢 如果你要在上面看書啊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 躺在這個上面 就會很舒服 我是不是很有才華 真的 這個床都那麼有學位 我是不是很有知識 哪一種姿勢 沒有啦 因為這就是我在 國外看到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亞洲地區比較少這樣子 當然有特別的人家裡 可能會 那我就覺得想要把這個 我的一部分 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畢竟 最近就是 嘖 想要讓自己開心一點 就覺得床疊好了 好像也比較好睡這樣子 欸 會拍到我旁邊有什麼東西嗎 還是要介紹一下 這個是眼罩啊 然後他跟他是一組的 哦 對 他們都是那個 Silk 它是蠶絲嗎 絲綢 就是 你有時候 睡覺是會這樣嘛 所以你的眼睛會被折到 那你不會有那種細溫啊 所以這個在豪魯超有名的 好 然後這位是我的就是 守護小天使之一 嗯 小企鵝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喜歡企鵝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你學會嗎 如果你還跟我說 啊在我們人生很無趣 很少東西做 我跟我另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話 我跟你講 今天你只要學會這個技巧 他也會覺得說 哇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情趣了 好棒喔 OK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按一個讚 然後 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Follow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水 你的那條目 分享 一